富婆赵薇豪到底,一起来看看她的50亿衣橱张啥样? 富婆赵薇豪到底,一起来看看她的50亿衣橱张啥样?连个旁都几千元了?看看赵薇的50亿衣橱张啥样? 被誉为娱乐圈巴菲特的赵薇目前身家已超过50亿,成为新财富500。富人榜中首位上榜的明星,可说是女星中的巨富,分分钟百万上下的赵薇最近的动静特别多。 在虎妈猫把电视剧里,被发现完完全全就是赵薇在展示虎神女星的日常。 赵薇姐身上的各种大牌造型简直是眼花缭乱,从衣服到包包,彤彤大牌最新款,甚至连电视剧中的餐具也都是土豪中的战斗机。 让我们来瞧瞧。 身为虎妈的赵薇一开场就是一件Alexander MZ Queen卡迪面料蓝色铅笔半身裙,上身搭Xer拼接棉腐仇珍思欧根沙上衣以及比尔哈尔比亚麻高跟鞋,知性优雅。 第四集里赵薇选择了Landon 土豪接半身裙,并且聪明地选择了Equipment 丝制衬衣,巧妙地遮住了大骨架, 妩媚中还有一份霸气。 身穿Tory Birch的蓝色印花短裙,鞋背小胯包,威姐你真的是来逛超市的吗? 同样来自Tory Birch的还有这件花朵连衣裙,以及这件纯洁的如同一朵白莲花的V0短裙。 而最近爱上某和口的VV这件绿色的无袖修肩裙也是活力又青春,绿色这种春天的颜色真是让玫瑰逆生长了。 总之有了赵薇,真是不用替剧组操心穿衣问题,反正人家VV有钱任性,大不了穿私服,说不准比现在还要再好几倍。 除此之外,V姐的手带也不便宜。Givenchy一万多个潘多拉皮革手带随意挂住。 Celine黑色款Luggage Tote笑脸包搭配V姐黑色的Givenchy印花图案连衣裙,以及Salvatore Ferragamo的蝴蝶结小高跟真实在合适不过。 虽说宝宝都已经很大牌,哎,小姐还是认为,这些都是剧组配的而不是V姐自己的,因为V姐出门那都拿贵得要死的Herms限量款,都是六位数级别的好吗? 如果只有大牌服装加奢侈箱包也就算了,就连虎妈猫把中的餐具也是来套不小。 赵薇手拿的这款有蓝色鹿的餐具来自具有128年历史的北欧顶级家居设计品牌Itler,为Itler2010年前后推出的Satumeza童话森林系列,现已停产,且在国内十分罕见。 我们之所以能在电视剧中看到,是因为V姐本人是Itler的忠实粉丝,虎妈的餐具均为赵薇在欧洲亲自采购,随随便便拿出一个就是几千块。 一个盘子比菜都贵,职场虎妈好得真是有气势,不好都对不起这几十亿身家。 赵薇道具盘子各个比菜贵。 看看人家,身家几十亿环如此热爱演绎事业,真是感动中国第一人。 不过V姐有钱任性怎么了,谁叫她是赵薇。